好 接下來我要看的是一個IPCC的報告 IPCC的報告 IPCC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布一個報告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去年有發布吧 去年有發布 那我給的是2007年它發布了對全球暖化的影響的報告 第一個 在亞洲的部分 有些地方的股物產量可能增加 但是大部分地方都會減少 然後水田會減少 稻米產量就會減少 意思就是大家會吃不飽 會鬧飢荒的意思 然後大概減少 然後呢海裡面就會上升 然後呢海水不能喝 所以就會造成鬧水荒的問題 鬧水荒的問題 哇塞這個狀況 然後呢海邊上洪水啊 然後人口蟲蜜區啊 文明滋生啊 然後造成傳染性疾病猖獗啊 然後呢 升高之後西馬拉拉山就毀了 那西馬拉拉山呢 他們人需要靠冰川融化的血水 給他們當作水支援 如果冰川全部都化光了 你就沒有水可以用了 你就沒有水可以用了 然後同時水沖下來 就有所謂的洪水啊 就有所謂的土石流啊 會有一些災害 然後呢 在拉丁美洲冰河會很會消失 雨林很會減少 那雨林那一掌位 就很重要的生物 生物的多樣性的地方 OK 好 然後呢 一些滴挖地區呢 就可能會成水漿折火 那個獎益的第47月 跟你寫了一個吉里巴斯的 給他們現在一些 南太平洋的珊瑚礁島國 都說要搬家了 為什麼 因為海滅生他們果然就被淹下去了 就沒有了 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小小的珊瑚礁啊 海滅上的話 的地步那些 淹完他們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就要搬家了 所以那些 我們這個當然不予 洛斯拉利斯不會 那個不會只能果然被淹掉 可是那個城市就要被淹掉了 那種沿海地區的城市啊 比如說上海啊 台北算沿海嗎 勉強算嘛 那你現在有看過一個圖啊 就講海滅上升之後 台灣會運到什麼程度啊 幾公司的程度 還好啦 我們就裝上山脈 我們可以裝上山脈去 我們可以裝上山脈去 好了 巴拿馬運河無用武之力啊 因為以前為什麼要走巴拿馬運河 因為北極過不去嘛 所以這個對航商是好消息啊 航商現在你知道嗎 北極必要融化 對某些人而言 這是快樂的好消息啊 第一個 北極如果沒有冰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走大圓航路 直接過去了 我們就有一個既省時間 又省油又省錢的路可以走 所以這隻航商是好消息 對 然後就不要到巴拿馬運河 那個大概是太花錢了 過去 那還有收過路費 這就不用了 很好 然後呢 以前呢 聽說北極下面很多的礦場 以前都開採不了 這都是冰啊 冰化掉了 太好了 有機會可以開採了 所以現在那個北極的 國中的拿東西是在那邊插旗子啊 插 這是我的 插 這是我的 為什麼 因為準備要爭奪那邊的礦場 爭奪那邊的資源 以前沒辦法採啊 現在可以啦 對不對 所以呢 那綠色和平主持人家 不是要發起一個運動嗎 請讓他連署啊 不要讓那些石油公司 去那個北極開採 石油啊 請讓他的石油啊 好 就是這樣 OK 所以某些人這是好消息 還有人是好消息 講義第45頁 寫了一個格陵欄 以前跟運欄什麼東西啊 裡面都是冰欄 啥都沒有 現在呢 春暖花開了 很好 我有園業 我有畜牧業 就會產生出來 只有那個拖雪車的那狗 像那狗比較可憐一點 以後就沒有什麼 沒有雪糟可以拖了 但是其他還蠻好的耶 很好啊 我可以做很多別的事啊 因為春暖花開啊 對不對 以前不能種 現在可以種啊 以前不能養 現在都可以養啊 所以全種暖化 對可憐來講 好像還不錯耶 有更多的發展的可能性 OK 所以有些人這是好事情 然後地中海就淹掉啦 觀光業大受打擊啊 所以什麼咧 因為大家去阿爾濱山幹嘛的啊 要滑雪啊 沒雪啊 你幹嘛 沒有雪啊 沒有雪啊 你就去幹嘛 所以呢 有些問題 好 然後呢 大跑焦太熱很死翹翹喔 然後呢 山坡洪水土石流 然後非洲就更可憐了 然後呢 就鬧飢荒 農業就減財 然後呢 大家 而且非洲更可憐的地方是 他還沒錢 沒錢 因為遇到問題要花錢嘛 對不對 要幫忙幫忙 他又很窮 就拿不出錢來 為什麼 大理就更可憐 更可憐 無力招架 不要這樣 OK 非洲 還有這些其他啊 什麼生態衝擊 阿爾濱山啊 北極浮兵啊 你們只有講過 北極浮兵的減少 對北極熊而言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可是對航商而言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OK 那你比較在乎北極熊 還比較在乎那個航商 所以什麼縮減啊之類的 好 然後呢 覆蓋越降低 用水危機 這就是I 這個東西 好 然後 身高 然後傳染病會增加 增加 然後 然後可能會有些 兩性都會再見絕種 環境不對了 然後呢 缺水人口 營養不良 然後呢 嚴重情況之類 這些話叫做環境難以 環境難以 因為環境變先所造成的結果 環境難以 上次我們那個政府二度新的影片 就在警告我們 台灣可能就會變成所謂的環境難以 環境難以 然後人量產增加受害的人 環境難以 然後 然後 是類的 環境難以 然後呢 原來 汗在的地方 就更汗 原來 下雨的地方 就更下雨 就會死得更難看 然後整個都會破壞掉 所以這個 之類的就是 愛心思維的報告 告訴你全球暖化可能的影響 那怎麼辦呢 就是要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剛才寫了一堆的溫室氣體 這裡面 二氧化碳的吸熱能力算是差的 算是差的 比別人算差的 他吸低 別人吸四十五十 懂嗎 那叫我講他 螞蟻雄兵 以量取勝 對不對 一個比不過你 我有一萬個 我就超過你 我就超過你 所以因為自從工業革命之後 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所以使空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 增加得太多 那太多 所以他變成影響最大 所以我們要限制二氧化碳 然後呢 蔣義的 我沒有跟你講 剛可能有個基督律律書 他有限制了五種的氣體 五種 五種 六種 限制了五種的氣體 其他的人都不要管 你就只要管那個二氧化碳就好 你就只要管二氧化碳就好 其他人都不用管 OK 然後呢 怎麼辦 1992年 有一個氣候變化鋼要公約 1994年正式生效 這種國際條約的生效都是 行政單位手押跟手手手好以後 拿回去 條約等同法律 所以必須國會通過 拿回去 事先講好什麼條件之下 條約生效 比如說通過的國家有幾個 比如說什麼東西量到什麼程度 就通過了 然後呢 這個生效 然後呢 1997年有個京都議令書 然後呢 這個生效 他在2015年2月16號正式生效 之前一直不生效是有一個 我說的被你的國家不簽 他在美國 那個拿人錢財 你知道他死都不簽 講一句屁話 然後不簽 然後後來好像是輸了還是什麼 國家簽了之後就過了 所以呢 2005年2月16號就正式生效 可是他已經沒有用 你知道沒有用嗎 你看他到什麼時候 2012年已經過期了 現在在稱燈當中 講義的36也有跟你寫一些話 還有一些過程 我們前 我們之前有在哥本阿根開一次會 2028年本來大家緊厚望 說要怎樣這樣 說一事無成 然後2011年隔班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東西 2011年隔班 然後呢 只有一個有獎跟沒有獎一樣的隔班共識 然後反正喔 這一兩年一定會有 應該是今年吧 這兩年一定會有新的考驗出來 那等到新的考驗出來 我們再把我們的獎益改寫 再重新寫我們的獎益 但是因為這已經過期了 它已經過頭了 好 就是我們的做法 國中生 就只要記住 我們有個條例叫做 京都地定書 幹嘛 限制太陽化的排放 為什麼 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是國中生要知道事情 OK嗎 OK 很好